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我们李师傅也要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师傅今天要做的是椒盐地瓜鸡 这个对喜欢吃咸酥鸡的人来讲是个福音 我们一般就是要鸡肉要沾粉去炸 你如果沾粉去炸的话 它的油脂含量会高10倍 所以我们就不要沾粉 然后不炸我们用煎的 这边我们放少许的油 但是我们的口感跟美味 一样类似咸酥鸡 对 这个辛香料放多一点 比咸酥鸡还好吃 来 我们现在只是简单的鸡块 鸡腿肉 鸡腿肉我们把它切成条状 这边我们先把它 表面稍微把它炒到变白 那么这边地瓜 大量的地瓜 其实地瓜做咸酥的很好吃 但是你不好去炒 一般都是要炸的 因为炒的不容易熟 所以先把它汆烫 冷水下去然后地瓜下去 然后煮滚了之后你大概算两分钟 滚两分钟 就是把它捞起来 冷水下锅滚两分钟熟了吗 还没熟 但是已经透了 它没有到 没有到全熟 全熟 但是它 可能有七八分 对 但到时候你再来煎的话 你就会 我懂 然后这样就会熟得快 很快 就是说你那个汆烫 我剖开里头 可能已经熟了七八分 对 然后它的水分都留在里头 对 那你待会做的工作 只是让它表皮脆脆 把它煎得香香酥酥的 可是它里头能然是 有水分跟有嫩度的 对 所以汆烫这个动作很重要 很重要 汆烫前次作业就要把它 切条块来汆烫 切条 削皮切条 然后冷水的时候 你地瓜就要下去了 对 冷水下去 然后滚了之后把它 涮一下 大概两分钟 你就可以捞起来了 好 捞起来之后 接下来你就只要把它 煎到表面香香的 好 好 这边鸡肉呢 我们炒到表面都变白了 对 因为它不是用油炸的 所以时间稍微需要多一些 我们就把地瓜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煎地瓜条了 一起下来 一方面利用鸡肉的油脂 好 来把它煎到焦香 好 我们的师傅现在 这个鸡块跟地瓜都煎得恰恰 煎到这样恰恰 香味出来了 对 这个时候我们就大量的辛香料 你喜欢吃蒜头多一点 就放多一点 然后辣椒末配点颜色 然后 好 来点葱 那椒盐的话 那胡椒要很多 对 就看你啦 因为其实盐酥鸡里面 另外一个令人诟病的就是 它很咸 对 所以 我们自己调 自己吃的话 可以胡椒多 盐巴上 对 斟酌一下 对不对 然后这边把它炒匀 最后再把我们的香菜 好 再下来 大概拌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 我已经好久不吃咸酥鸡了 但是先来吃这个就可以了 因为过去年轻的时候 我们真的很喜欢吃咸酥鸡 每个晚上熬夜读书 非吃不可 但后来因为健康硬术都不敢吃了 我想李师傅这个真的是一个 我们另外一个好的选择 今天时刻我们讲的是说 小毛病可能是大的麻烦 那事实上我们肠胃科 我们这上腹腹疼痛 可能就是真的有时候会是大麻烦 因为上腹痛 我们一般把它分两种 一种是急性腹痛 急性腹痛是很痛 那个大概没有问题 大家都会立刻 跑到最近的急诊就去就医了 那这刚刚可能有时候是胃经软 有时候有什么问题 那这个大家会想要去就医